事實上昨天整個記者會要嘛就是胡扯八道 要嘛就是刻意去扭曲法令 我覺得一個懂法的人這樣子 懂法、玩法、亂法 非常的讓人不屑 那中泰賓館這件案子跟這個完全不相關 它是民國92年核定的一個細部計畫 雖然是馬前市長任內核定 不是好市府核定 但是我們看到整個細部計畫的內容 它的回饋項目都是公益性的項目 也就是它回饋的內容都是給市政府使用的 而不是像金華城 它自己什麼充電樁 自己利益建築 自己抗耐震標章 都是自立行為 這個在當時 這個都委會的委員就有質疑過 它的公益性何在 這兩個是完全不相關的 而且當時這個中泰賓館 它是駐變商的時候的一個回饋項目 那這些東西在找在金華城 第一次的公變商的時候 然後它的獎勵都已經拿過了 所以這個跟它現在接二連三 再去爭取的狀況情境都是不一樣的 你黃珊珊 柯文哲任內 還有哪一個非都更案件 拿到這五種容積獎勵 你就講嘛 柯市長任內還有誰拿得到嗎 我覺得不用去扯那一些五四三 然後還要綁架民眾黨的議員一起上車 民眾黨的議員是監督市政的 不是來護航市政的 因為它的整個論述的出發點 似乎不是在救主席 那我覺得它動機十分可疑 那金華城的合理性變成說 是市政府主動給它的 那這對於市政府的公務員來說 是非常不公平的 那你變成要市政府去解釋 就是當時為什麼認為 這個金華城有合理的必要 所以要給它 而且如果根據黃珊珊引用的 第25條的話 變成說這個細部計劃 是市政府擬定的耶 可是當時這個細部計劃 就是金華城提出的啊 文件寫得清清楚楚的啊 申請人是金華城公司啊 怎麼現在變成是市政府了呢 所以到底是偽造文書呢 還是這個冠名頂替呢 被黃珊珊一講這件事情 這個案子就更亂了 我覺得他如果說 這不是他業管單位的話 他到底是不專業不知情 還是來胡搞蠻殘的 是不是人拿掉黨權以後 還可以這樣瞎扯蛋 我是覺得民眾黨的立願黨團 可能要管一下他吧 對